这是纪委工作人员貌似偷拍的真实录像 详细记录了县委书记贪污受贿的全部过程 纸醉金迷 夜夜升歌 拿钱办事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视频拍摄于2008年 因视频内容尺度过大 被禁播了15年时间 直到前不久在网上曝光后 让所有国人咬碎了后槽牙 开头画面中 这位大放厥词的男人 正是河南故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 阔步走来的这位是来自浙江的一位房地产老板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是想要在故事县盖一座26层的高楼 本以为老郭会非常高兴 但县太爷做派的他却直言 如果想得到自己的支持 就必须在原定的26层基础上再加7层 成为县里最高的大楼 之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是因为再有三个月他就会掉离这个岗位 作为县委书记的他 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自己走之前 盖一座全县最高的大楼 成为故事县的地标性建筑 为自己的从政生涯增添一笔功绩 虽然开发商也非常高兴 但具体问题该如何解决 因为庄已经打好了 突然要再加7层地基 该怎么改 楼盘销售又该怎么做 总之这些问题全部一股脑抛给了开发商 虽然他们答应的非常爽快 但对于这些问题 开发商心里也没底 老郭似乎看到了他们的难处 便直接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 你们只管开工建设就行 政策和手续方面我来搞定 一番话直接给众人吃了课定心碗 当天晚上就大摆宴席 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们来到一家高级酒店 饭桌上白的红的皮的一杯接着一杯的喝 吃完了饭还要去唱歌 他与商人们在一起搂搂抱抱 跟开发商称兄道弟打成一片 早已把自己县长的身份抛至脑后 这种隆重的场面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老郭每天都会出入类似的场所 结束回到家 基本已经是半夜 打着为老百姓谋时事的幌子 每天晚上灯红酒绿 过着无比奢靡的生活 而这还只不过是他腐败的冰山一角 这是我国官员贪污腐败的真实录像 详细记录了县委书记收受贿赂的全部过程 纸醉金迷 夜夜升歌 拿钱办事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视频拍摄于2008年 因视频内容尺度过大 被禁播了15年时间 直到前不久在网上曝光后 让所有国人咬碎了后槽牙 画面中这位中年男子 正是前河南故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 在这个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县城里 住着将近160万口人 老郭每天都要接见很多人 告状 闹事 刑事案件等等 他都会过问 这不刚刚接待完浙江的开发商 一位平民老百姓又走了进来 这个老百姓可不是什么善茶 因为自己的房子在拆迁的时候被炸毁了 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 养殖厂 也连同房子一并坍塌 当地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推托 一直没有给出有效的赔偿方案 因此男人只能不停地举报 连续多次写信投诉 字字句句都在大妈县委官员 老郭得知此事后 便约见他当面调解 老郭直接向男人承诺 自己会先借给他一笔钱 让他在其他地方重新盖一座养殖厂 如果一年之后养殖厂收益达到了预期效果 借给他的钱再还也不迟 如果养殖厂没有干成功的话 借他的钱就当是自己资助给他 一听此话 老汉心里乐开了花 脸上立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只要老郭同意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 无论是什么事情 什么要求 他都会一一满足的 彰显出自己县太爷的霸气作风 称帮这个吧 对 他的房子被炸了 炸了以后就是被拆迁了 也应该拆 拆了一只上 然后我见到一只他给我写一封信 要把我骂了 勾血奔弄 见到一只要把我骂了 勾血奔弄 后来第五封信终于干动了 哎呀 解结完老汉的事情后 他便到县委大院召开了一次大会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尺度最大的纪录片 详细记录了县委书记收受贿赂的全部过程 纸醉金迷 夜夜升歌 拿钱办事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视频拍摄于2008年 因视频内容尺度过大 被禁播了15年时间 直到前不久 在网上曝光后 让所有国人咬碎了后槽牙 画面中 这位中年男子正是河南故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 今天他将召开一次县委大会 这也将是他在这个地方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 因为在不久之后 他就要被调离这个岗位 所以在最后时期 他要稳中求进 此次开会目的主要讨论开支问题 当时正值国家两会期间 中央对地方的检查非常严格 而他们县里的开支却还在无止尽的增长 大会上老郭指着所有人鼻子说道 全县一年的税收也不过就2.8亿 但是去年的支出竟然超过了12亿 想要降低支出金额的话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降低干部们的消费水平 老郭直接通俗地表示道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不是现在这个下面的那个当委属计相论证 中求必须无量有摩擦 钱都能给人口发来的 在这就是乱暴动 财税问题讲完之后 老郭再次强调了两会的重要性 如果在这期间谁不长眼 很有可能所有人都会跟着一起倒霉 可刚从会议厅出来就遇上了一群堵门要债的老百姓 老郭了解完后立即找到了负责这项工程的老板 并首次要求摄像师关闭了摄像头 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对话录音竟被完完整整地录制了下来 也正是这段录音成为了郭永昌贪污腐败的铁证 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老郭就因为收受他人财务被双规 并且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本来他只是想记录一下基层干部的工作日常 却没想到直接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各位看官对此有何高见 还请一部评论区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